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首次曝光放出弹剑刺和金世家的剧照 这一操作让不少剧迷朋友异常期待 毕竟能让原班人马回归这件事其实并不容易 当然 略罪土剑2 之所以令众人期待 离不开第一部众人精心的布局和打造 特别是两位主演弹剑刺 沈亿和金世家的超长发挥 以及秦海露等特邀演员的加持 才让这部网剧成为网络短剧里的一匹黑马 横空出世 仅凭官方放出弹剑刺和金世家的剧照 就不难看出 《烈罪土剑2》的看点绝对不输第一部 神秘感满满 可以说第二部就是第一部的升级版 还没播出已经很期待了 不过《烈罪土剑2》 前期工作的进展似乎并不顺利 早有传闻称会换女主 就连总编剧也退出了 《烈罪土剑2》 前期工作进展曲折 王楚然加入争议大 在今年8月初 就有知情人爆料 《烈罪土剑2》正式启动 谭剑刺等三大主演员班人马回归 秦海露、朱家琪也会回归 也会有曾顺惜王楚然新人的惊喜加盟 并且有消息称王楚然会加入 并且搭档谭剑刺出演女一号 也就是两人会二搭并且演的是情侣 不过网友的态度却出奇的一致 根本就不希望王楚然出演 《烈罪土剑》 王楚然翻谭剑刺白眼事件 大家心里都知道 更不希望王楚然和谭剑刺二打 不过好在官方认证 《烈罪土剑2》 完完全全就是原班人马 从头到尾都没有新家女主 希望观众放一万个新 至此 王楚然出演女一的传闻不攻自破 不少网友也表示 《烈罪土剑2》 为了口碑和观众员 硬是刚过了资本 诚意满满 不过 原班人马回归骤然是好事 但是《烈罪土剑1》 总编剧贾东妍却在8月2日发文称 因为理念不合 所以没能作为编剧参与第二季的制作中 虽然只有短短两句 但不少观众还是很不理解贾东妍的做法 毕竟《烈罪土剑》 第一部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第二部正常来说只会比第一部更出彩 明明编剧能力在线 却在关键时刻选择退出 也许是贾东妍对于自己的要求太高 也有可能对于第二部里的一些细节 不能和其他编剧有同样的观点看法 不过贾东妍最终还是以一个观众的身份希望 《烈罪土剑长胜不衰》 真的是非常期待 期待谭剑刺 金世佳再次联合出演 期待《烈罪土剑2》 能够长胜不衰 期待 《烈罪土剑2》 能够早日和观众见面 很多人如果没看过谭剑刺眼的戏 观看他的长相 往往会以为他是个 只有外貌没有演技的小鲜肉 五官秀起 眉眼精致 男团出身 唱跳巨家这些标签加起来 怎么看都像是因为人气高 所以去跨界演戏的爱斗 但实际上 谭剑刺在90后小声中 是难得的升台行表 都相当不错的演技派 2018年 谭剑刺参加 我就是演员 当演完 北京爱情故事后 评委导师徐征大赞 我终于看到了一个 演戏演得这么好的小鲜肉 这才是偶像 很多评委导师 在没看过谭剑刺演技的时候 都以为他是个表演声色的小鲜肉 但是看完了他的表演 都十分动容 没想到他的爆发力这么强 让人十分有代入感 但其实早在这个节目之前 谭剑刺就已经演了好几年戏了 谭剑刺在军事联盟 中饰演的司马昭 可以称得上是金燕 在一众老戏谷中 他的演技毫不突兀 司马昭也心勃勃 诚服极深 算不得正面人物 但是谭剑刺能够将人物吃透 让这个人物瞬间变得饱满丰富 有了军事联盟 的精彩表现 三国机密之前龙在渊 也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剧中 他饰演的曹拼戏份更多了些 发挥空间也更大 虽然当年这部剧收视不佳 但是他这个角色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与此同时 他的台词功底也让很多观众大吃一惊 没想到飞客般出身的他 台词清晰有力 一扬顿挫 与其说他有天赋 倒不如说他肯下功夫 原来你还在这里 的高远 带着爸爸去留学 的陈凯文 观众或多或少都看过他演的戏 但却不知道这个演员的名字 直到我就是演员 这个节目 谭剑次才终于有了姓名 他并不存在一夜暴红 从2012年到2022年十年的时间 他养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配角 爱得离你男二关震雷 立歌行男二周王 今夕何夕男二旁语 宠爱单元故事男主罗华 并编不是海棠红 男配承认香 其中 我最喜欢 并编不是海棠红 承认香这个角色 没有商戏蕊 男友承认香 作为黎原赫赫有名的两大名云之一 承认香既要有实力 和男主商戏蕊评分秋色 又要有自己的特点 承认香的人物胡光 超过了之前的所有角色 这个角色悲情又知情 可笑又可叹 起初他和商戏蕊 也有情怀 左右右抱风流快活的开解商戏蕊 让他别作戏吃 要多爱几样 否则到最后爱的那一样没了 就活不下去了 但最后 从小没有得到关爱的他 自以为找到了心爱之人 长相厮守 却换来今生无缘 各自安好的分手性 一蹶不振 颓废度日 最终 他穿着戏服 假戏真做 在台上自吻羡慕 承认香这个角色 带着十足的悲剧色彩 谭剑刺的眼神 把握得相当到位 在剧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2022年的 烈罪图剑 成功让谭剑刺爆火 让他躋身当红小生之烈 虽然这部小成本剧 在开播前无人在意 但是凭借着优秀的剧本 和演员的演技 成功成为当年的一匹黑马 谭剑刺饰演的沈毅 是一名刑警队画像师 因血生食 被坏人利用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画出了卧底警察的容貌 导致卧底警察被杀害 内心充满愧疚 所以进入警队成为画像师 查找真相 从而赎罪 从一开始的孤傲狂妄 随心所欲 不食人间烟火 到后来帮助他人 拥抱世界 沈毅的蜕变让观众动容 劣罪图剑 的爆火让他始料未及 但也水到其成 是金子总会发光 努力的人不会被辜负 今年播出的长相思 很多观众都被谭剑刺 饰演的向柳吸引 虽然向柳这个角色 在小说中有些脸谱化 外冷内热 毒蛇傲娇 但是谭剑刺的演技细腻 眼神有戏 总能将一些细节表演的恰到好处 他和女主的对手戏 往往都是于无声中听惊雷 无声胜有声 十分有张力 谭剑刺 一个总因为颜值 而被忽略演技的实力派 相信他未来会走得更远